Hello 大家好 我是Big Fat Bunny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下怎样用Omega Juice 首先声明这不是广告啊 这是我个人用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很奇怪的东西呢 放到这个Juice的下面 正好可以放下去 一个小的漏斗也放到上面 可以接我们不要的一些泡沫啊什么的 待一会那果汁或蔬菜果汁 就跑到这个很奇怪形状的漏斗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随箱来的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方形的这个东西 这个呢主要是用来 进行炸汁工作的 这个黑色的东西呢 是我们最主要的成员之一 待会把它放到孔里面 把它插进去就行了 它会晃动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 没有问题 下一个是这个小漏斗 这个小漏斗上面这个 有一个边缘线 我们放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边缘线 漏斗的边缘 跟这个透明东西的边缘 要重合起来 如果不重合 就证明你没有放好 要重新放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圆形的东西按上去 现在按呢 你看它有些晃动 嗯 左右晃 这没按好 我们要拆下来重新按一下 可以放进去 往下转一下 感觉到好像很坚固了 OK 现在呢把它插到主机上面去 插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主机上面呢 还有一个按钮 一个黑色的按钮 是有开关 用手扶一下 往上一扳 这就安好了 下面我们检查一下 安的是不是非常的安全 嗯 非常的牢固 检查完牢固之后呢 我们就把小托盘放上去 带一会儿的蔬菜呀 就在托盘里面 这个大型的东西呢 就是炸完果汁不要的这些东西 在这里面是垃圾 垃圾箱 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基本的组装工作就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像是这个样子 OK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要进行的炸制工作 对了还不能和大家说随机来的 你看右边这个刷子忘说了 刷子和这个 这个棍子呢 这个刷子就是清洁工作是要用的 这个棍子有两头 大家注意一下 有大头 还有一个小头 这个小头 尽量不要用 尽量用大头 一定要用大头 你看你插进去之后呢 就再也没法往下伸了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这个小头呢 插进去 你搞不好的话呢 会把你机器给弄坏掉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 这就是开 然后关 关掉它 组装完成了 大家有看到我的芹菜啊 什么的都切好了 芹菜滚 芹菜呢 如果你是高血压的人呢 建议你每天都喝一点芹菜汁 它对降血压特好 还有胡萝卜 富含维特命A 对眼睛视力特别好 小苹果条呢 是改善你这个 这个口味的 然后我特别用的就是 这个红色的卷心菜 它呢有助于你的大肠活动 就是像排毒啊 有点 把你毒素 从身体排出去的样子 现在我要打开开关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on就是开嘛 打开它开了 声音有点大对不起 然后关掉它 两个吧 两个条子得关掉 我们开始吧 把胡萝卜先放进 一定要注意切得越细 越小越好 这个 因为这个机器呢 它特别的 嗯 怎么说呢 它特别的小 不像有的炸质机 放一整个胡萝卜都没事 嗯 等于要给胡萝卜 咱拿这个大头 等一下 倒一下 小头不要用 千万不要用小头 胡萝卜已经好了 要堵入的话 你就用大头 再放一点 再次声明 这是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炸质机 这不是广告啊 然后呢 就是看一下 我炸的这个胡萝卜了 有助于像身体排毒啊 肠胃排毒一些 炸好了以后呢 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罐里 为什么买这个炸质机呢 因为它可以 炸出来以后 果汁仍然是凉的 然后放到玻璃罐里呢 可以存好几天 现在拔下来清洗一下 要注意它会有滴汁 这个小漏斗 必须马上把它清理干净 不然你要放在 几个小时的干净 就特别不好清洗了 所以第一个清洗的是 一个漏斗放 再一个就是 再次声明的就是 我觉得现代人呢 吃肉特别多 不太健康 应该得吃一些蔬菜 特别是在国外生活的人 我觉得吃蔬菜 越来越少 因为海外选择的蔬菜 种类特别少嘛 所以才买了这个炸质机 这个炸质机 再次声明 我不是在做广告啊 这个是我 叫了很多调研之后 买的这个炸质机 觉得是最适合我们的 因为可以放到冰箱里好几天 你要是买别的炸质机 你自己做一下研究 他可能就是喝了几个小时喝掉 这个放到冰箱里呢 放两三天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绝对不是广告 就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呢 能喜欢我的video ok 今天就说到这吧 thank you very much bye